您还是讲这个要害问题 就是这个土地交易土地入市啊 对经济对房价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还是说建设用地 我认为短期内影响不会太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些人讲17万平方公里的农村建设用地 其实它多少呢 我们或者是换句话是两亿五千万 这个两亿五千万亩 其中两亿亩是农民的宅基地 这个东西一下子要转化成盖楼房的那个地 那是不容易的 这是一个对吧 然后呢 还有些乡政企业的占地 还有些废弃地 我估计乡政企业的占地 大概在两三千万亩 而这个亩数有些地已经被占着 它也不能交易 所以现在不要我们不要太乐观 认为比如说这个试点出了经验 然后全国一推 马上地的供应量就大大增加 泡沫也打下来了 但是长期看 我们的确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资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农村占地对土地的浪费非常大 这个两亿亩的地 装了那个长住农村长住人口 大概就两亿五千万亩地 大概装了一个多少呢 装了一个我们讲那个七亿多一点的长住人口 这个土地利用率很低 所以通过这个土地调整 通过村庄兼并农户的并居 我自己估计保守的说可以腾出来一亿亩的地 那么这一亿亩的地 我说三十年搞建设都用不完 对啊 那也不会弄出什么帝王 这创了什么天价了 但是呢 我倒是 还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我并不赞成这一亿亩的地都用来搞建设 为什么不赞成呢 就是我主张其中一些地可以复肯搞成 搞成种粮的地 种菜的地 咱不是保十八亿亩的耕地吗 我老爱讲一句话 十八亿亩地要保 而且有可能的话 我们还要让它多起来 地多了少上化肥 少用农药 我们吃的饭菜的质量就高 就安全 还有我们人口 人口还在增 我老说地不嫌多 地耕地越多越好 那么根据阅读也好 那么好 建设用地不够怎么办 这是一个假命题 为什么是假命题 我的观察 我们的城市建设用地 本来就不少 上海市 上海市在我们建 新中国成立出 一平方公里人可以达到六万 我们现在全国城市建设用地 一平方公里多少呢 不到三千 就想来问您播出 走向 我们的大难的地 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再加上地 也浪费 您想想想法 我们讲什么 但是 你一直想想法